Sero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Sero這台電視 這台電視現在是直立的 其實我的手機一個旋轉 你會發現電視同步跟著我們一起旋轉 所以這台Sero電視是非常不一樣的一台電視 創造不一樣的生活風格 就是我們三星的Sero 大家看到這台電視非常不一樣 看起來像是電視嗎 仔細看好像是一幅畫作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這樣子的一台電視就是要幫助你 能呈現不一樣的居家風格 今天我選擇不一樣的畫作 我發現這黑色邊框我不太喜歡 我想要換成一個淺色的邊框 其實在家裡如果是只有女性朋友的話 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邊框是非常簡單的可以來進行更換的 輕鬆的方式就可以替我們的邊框換上不一樣的色彩 然後展現不一樣的居家風格 大家看到這台電視 你會發現這台電視非常有設計感 因為我們也是跟設計師聯名打造出來 在家裡這台電視可以任意擺放在家裡 它並不一定要併掛在牆面上 也不一定要放在電視的礙櫃上 這台電視是成為你家裡的一個居家風格的家具 不管是看我們藝術展架 甚至是看到我們的下方 電視也可以直接放在地面上 因為特殊的外觀設計 那你家裡的電視不再只是電視了 而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居家風格家具喔 好 如果一天回到家裡了 我們SIRIS電視可以讓你輕輕鬆鬆的播放手機裡的音樂喔 完成感應之後再回到手機裡播放我喜歡的音樂機單 那這邊可以在家裡呢 北航的輕鬆是在享受音樂世界了 那這麼好的螢幕喔 如果被電視慌慌慌住就太可惜了 這是一個傳統我們的電視的樣子 OK 那它的螢幕佔比大概是86% 那其實各大廠牌包含三星其實不斷的努力 做出窄電窗為邊框 其實就是要讓消費者有更大的觀眾視野 那今年到我們旗艦的QRD8K量子電視呢 做到的是99%的螢幕佔比 所以當你在看我們的8K電視的時候 你可以更加投入在這個細音畫質裡面 臨場感會更好 那在設計的部分除了無邊際螢幕以外呢 三星還有非常優勢非常優點的就是我們的美型連接設計 OK 它可以讓電視下方變得非常乾淨 那搭配變色螢幕模式的時候呢 其實電視其實就是家裡面的藝術品 因為它可以跟場面完美的融合 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先做功課 或者是剛剛有來拍照的 我看一直拿硬幣在這邊拍 可以看到了 這上面有非常多小小的螢幕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年直接把喇叭做在電視的邊框上面去 上面左邊右邊跟後面我們也直接有中低音的喇叭 這是為什麼 因為今年我們在QLED 8K量子電視上呢 聲音的技術也大幅的提升 我們有全新的OTS Plus 魔術音效 所以當今天音訊到我們晶片上面的時候 它會針對音訊去做處理 將聲音傳送到不同的喇叭 那也因此呢你在聲音的表現上面是跟著你的畫面所移動的 你看電視的時候可以感覺到物體移動的方向性 那另外呢如果說搭配Samba的消費者呢 如果你今年搭配的是我們Q系列Samba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Samba去強化醉化的層次 透過重低音去表現出更有力的重低音效果 那搭配上我們的魔幻音場 電視上方的喇叭可以創造出天空音場般的立體空間 所以你今天在家裡面看電視的時候 其實跟電影院看電影是一樣的 所以是一個我們說是影像跟聲音的雙重享受的一個大幅提升 那除了8K量子電視 今天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我們QLED4K量子電視呢 有一個新的系列叫做設計生活系列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台灣的消費者 其實近五成以上的人呢 他其實家裡面是有兩台電視的 那如果說今天你在客廳裡面想要擺個大器 你可能會選擇我們的超大尺寸電視 選擇QLED8K 但是在貨房、書房 甚至是想要擁有一些個人特色 想要更加舒適的時候 設計生活系列就是一個非常好選擇 那今年我們有三個系列 第一個是我們的Frame美學電視 那今年我們推出了50吋的尺寸 比較小一些的尺寸 那他的特別的地方就在於說 現在待在家的時間比較長了 這一款電視呢就是一個線上易廊 你可以透過他的藝術市集 瀏覽不同各國家的畫作 從半古一直到數位作品 甚至是上週我們才跟剛剛更新的 兒童繪本類的作品 所以他內容非常的多元 那甚至你也可以直接將照片 分享在我們的美學電視上 把他當作一個相框、一個家人的寫證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些藝術風味 跟個人的氣息在上面 那另外這台電視 我們今年所加上的 是我們全新的雙世光增豔技術 有了這樣的技術呢 他就原本的冷光基調 再加上了暖色光 所以他的色溫其實是變得更光的 OK 那特別像是油畫 或者是粉彩畫 那樣子類型的作品呢 他在表現上面其實會更加接近 真實藝術作品的樣貌 那這款電視呢 其實最大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在於他的設計 他的邊框呢 是可以做更換的 我們今年有三個顏色 錢穆米、金銀白以及核桃物 所以你可以根據裝潢的配色 甚至是你的心情想換就換 那你也可以透過我們的 零件細地掛架或者是藝術展架 把他像是一個藝術作品一樣 掛了或者是放著 OK 那第二款呢 則是我們的Sherit風格電視 這個是非常多設計迷 在我們還沒有引進台灣之前 都熱烈討論的 那現在很流行聯名款 這個是三星跟泛國的設計師 布魯克兄弟所合作推出的 那他們當初在設計這款電視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概念 他今天做電視呢 他不是追求大不是追求薄 而是追求一個他像家具一樣 消費者可以非常自由地去搬動去移動的 這樣的想法 所以等一下大家在樓下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的側邊的部分呢 是用襯線為靈感去做的設計 把螢幕放在中間 而他的側邊呢 是一個大寫的I的設計 這也代表的他是以消費者 以我使用者為一個想法 消費者可以利用他的家裡面的裝潢 裝飾甚至一些小物 去讓他的電視更具有個人風格 那你也可以用落地的方式 直接把它放在客廳或者是臥房 那如果說你要直接用桌子的方式 你可以放在桌上 層板上 甚至是歐美國家 他們會直接把這個電視直接放在地上 所以他的運動度是更加的自由的 那這款電視也是獲得IF大獎的一個設計類的作品 所以特別適合追求設計風格 甚至是各種裝潢各種風格 都是百搭的一個風格電視款 那第三款呢 這個更不用說了 在CS上市以後呢 其實全球都會對這台電視非常的注目 它就是我們的STERO翻轉電視 那為什麼會有這台電視 我覺得在座的各位其實都比我了解 因為現在大家的媒體訊號員不是膽異的 不是第四台而已 它可能是Youtube 可能是Facebook 可能是大家的網頁都有可能 它的訊號來源是非常的多元的 那特別是大家人手一機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很適的拍攝 很多人直接手機拿起來 直適的就拍了 所以直適的影像內容呢 其實變得越來越多 那更不用說直播主的螢幕 也總是都是直式的 所以它提供了這樣子的翻轉螢幕的需求 當今天手機跟它配對連結的時候 手機的螢幕是很冷 它的螢幕就會是很冷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轉正的時候 它的螢幕就會變成是直式的 那這個真的非常的特別 所以大家在下面的時候 可以實際的操作跟體驗看看 真的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那它在下方 螢幕的下方 然後我們也直接將重力喇叭 就在下面 所以它是4.1升到60萬的總輸出 所以它不會說今天有了翻轉螢幕 這樣創新的想法 就忽略了聲音 它是影像跟聲音兼具的一個創新的產品 那如果說今天這一台電視 它不想要單放在一個地方 它想要從客廳到房間移動 甚至是把它作為商業的用途也沒問題 因為它有專屬於它的採血式的滾輪 它可以直接的回動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去年上市在韓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Instagram 可以找到它其實不只是用在家裡面 它在一些診所裡面也是有被使用的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特別 非常創新的一個產品 那第三個要為大家介紹的重點 就是在智慧功能的提升 今年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待在家裡面的時間比較長 電視有沒有辦法幫助大家在家裡面 做得更有趣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今年三星的手機 你可以不用透過繁複的連結 直接輕觸電視的邊框 直接做成SmartView的配對 OK 所以在設定上是非常的容易 那你也可以選擇單一的螢幕 或者是選擇多重視窗的方式 OK 所以今天家裡面兩個人 沒問題 一個人看電視 一個人看YouTube 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那今年呢 我們同樣的支援AirPlay 2 以及Remote Access 所以居家上班者呢 可以透過無線的方式 直接將筆電的內容 傳送到我們電視螢幕上 那如果是玩遊戲的人呢 當然我們其實有我們的遊戲玩家模式 那今年多款的機種呢 獲得FreeSync Premium的認證 所以它在遊戲上面呢 更加的不卡頓 更加的流暢 看劇的消費者呢 女性的族群 如果你開啟我們的AI模式 它可以自動針對你的影像畫面做調教 你不需要繁複的設定 那如果說家裡面有人在打掃 全新的智慧抗噪模式 其實可以提升影像當中的音量 讓你不錯過劇中的片段 那最後一個智慧功能呢 是智慧管家 以往電視喔 都會有跟互聯網裝置連結這樣的概念 而這個智慧管家的功能呢 它是突破了互聯網這樣的想法 因為它可以整合藍牙 整合紅外線的裝置 到我們電視的屏幕上面去 所以它是全新的智慧 智慧家庭智慧生活的這樣的概念 那2020年呢 我們的機種非常的多 那在8K電視的部分 除了這個旗艦款的Q950TS呢 99%的一共佔比 搭配美型連接設計 所以它是影像跟設計 兼具的高端產品 那另外呢 我們則推出了入門款的 8K電視Q800T 尺寸小的是65 75到82 那QRD 4K量子電視機種 則有三個系列 Q95T呢 採用的是極重光的直下式技術 所以它在黑接的部分 表現得更好 Q70以及Q60呢 採用的是我的雙視光 我們的雙視光增豔科技 所以它在對比度方面 表現得比以往更加的出色 那在75吋以上喔 比較特別的是台灣電視市場 其實持續在成長的 就是15寸以上的電視市場 今年我們從入門款 一直到高階款 非常多樣的選擇 那最後更不用說的 就是我們的設計生活系列喔 滿足不同消費者 對於電視的需求 追求品位 追求設計感 追求對自己更好一些的消費者 絕對不能錯過的單品 那4月16號開始呢 就是我們的心機上市活動 覺得8K虛化園廠嗎 沒問題現在買8K電視喔 你獲得的是Galaxy S20 直接拍攝我們的8K影像 就可以投射到8K電視場 那當然包含我們的設計生活系列呢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 贈品跟選擇給消費者 那我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跟著我們的PG 我們會奔赴自己體驗 謝謝